追究政治責任 張天津加工 他一再強調這個個案 但是我們絕對不同意 因為這涉及到 不只是處長會 他也提到了中選會 也談到內政 也談到了立法院的特意 也談到管中敏的案子 所以絕對不是個案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 派出展會 因為出展會自認為他是東廠 出展會他在反民主 出展會在走向獨裁 用的就是清算鬥爭的方式 開這個會 事先我不知道 似乎沒有跟我報備 如果連我這個內容後來要看 很多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同意的 如果連我坐在隔壁的 單身主委的都不知道 那你應該很正常 這個也不是替誰講話 很正常的邏輯 請你怎麼會知道 總統怎麼會知道 所以從這個流程來看 應該說應該說 這是個單一事件 是個過年行為 因為我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事後不知道 我不同意這個內容 所以它絕對不是個系統性 所以這裡 我要以出戶轉位 直到現在我是主任委員 負責人的身份 很嚴正 也很明確 也很公開表示 就是張副主委 各連行為 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你說絕對個案 但是我絕對不同意 為什麼 這招從張天津副主委 他是政務副主委 上班時間 利用處長會的會議室 召集主命研究員 在召開正式的會議 另外 還不止一次 現在不光是一次兩次 還沒有第三次第一次 還不知道 所以 第一個程序上 絕對 不是個案 另外 他還講 還涉及到內政 涉及到中選會 涉及到立馬委員的側議 還是在管中議 對 還是在管中議 基本上他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這個組織性的問題 所以 對主委 說他這個個案 我們不接受 好 我們離開 這在服務一下 而且 愛主主委 你們的主委 有沒有給你報告 主委有參加會議 你說後主委跟你不關 主委有參加 主委來了 我們就給你報告嗎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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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